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 嫦娥5号带回来的月壤的消息 22号月壤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开亮相 随后运抵国家博物馆 预计3月份面向公众展出 届时大家可以近距离一睹月壤的真容 这份月球土特产据说是最年轻火山岩形成的 被网友称为无价之土 这月壤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月壤到底长什么样呢 用什么容器来盛装月壤呢 下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月壤的表面形态 几乎完全是由撞击作用塑造的 大块的基岩在小天体的撞击之下 被不断打碎 混合 翻动 最终在月球表面形成了这层细腻的沙土层 它看起来像一层细细的水泥 平均力径约为100微米 厚度大约为几米到十几米 主要由橄榄石 灰石 钛铁矿 斜长石等矿物和交结质玻璃组成 这是1972年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发现的成色月壤的特写 之所以呈现这种颜色 是由月球早期火山过程产生的微小成色玻璃珠造成的 这个造型别致的容器就是月壤容器 据设计师介绍 容器为人造水晶材质 整体造型借鉴国博馆藏的系列青铜尊 以体现稳重大方质感 容器整体外部造型高38.44厘米 象征地球与月亮间的平均间距38.4400公里 宽22.89厘米 象征长尔五号自发射到返回的任务时长22.89天 从时空两个维度展现中国探月工程的领先地位 容器内部造型则由地球 中国地图 月球等组成 月壤储存在中心部位的空心夹层球体之中 呈现形似月球的造型特征 下部的地球造型部分磨砂透光 其上中国地图透光突出 象征华夏大地对月亮的长久情谊 容器内的地球与月球相隔9.9厘米 取义古人所描绘的天有九霄 寓意中国探月突破极限 跨月九重